这个是CPB的隔离 我的头像带了一个小发带 这个发带我特别喜欢之后再说 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进入的有一点快 因为我是临时决定拍的 所以没有录开头 今天一会儿呢 跟老胡出去随便吃过饭 所以就随便搞一搞 让自己看起来精神好一点 气色好一点就行了 反正老胡也不是外人 就不用太care他 对他来说 我就算不化妆 在这个家里就已经可以拍到颜值排行top3了 今天用到所有产品都在这个化妆包里了 其实大部分都在卧室 但因为小孩在睡觉 我就在书房化妆了 而上面这个是放化妆刷的 在上面这个玻璃盒里面呢 就是我全部的口红了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已经蛮多了 拿个海绵铺 把隔离再打一打 现在看看不错好看 跟老胡出去呢 不用再涂粉底了 大家看我的脖子又过敏了 好惨 那就换换眉毛吧 用的是维姿的水眉笔 它一头是自带螺旋刷的 我很喜欢 拿出我压箱底的CPB眉粉 随便刷一刷 这么分叉了 那小刷子刷一刷 感觉自己像那种 以前的欧洲男人在刷自己的小胡子 在那小扁刷来细细的描一下 我靠 这是什么玩意儿 掏出我的小棉桥给它擦掉 算了还是拿眉笔来刷吧 这个是Fenty Beauty的 那时候再拿这个眉笔自带的小刷子 再给它刷一刷 最后再寄出我的眉毛雨衣 给它覆盖一下 这样我的眉毛就不会吃饭吃一半不见了 摘掉发带 秃头的黑毛爽 刘海特别容易瞧 就必须得拿这种魔术贴 赶紧给大家压一压 不然一会儿没法看 那今天换哪一盘眼影呢 嗯 诶 这是谁 哦 是我啦 那就先用Red Chamber吧 这是一盘很好看的多功能膏 我想想用哪一个呢 关掉吧 还不太会用 换一个 Addiction的面部综合盘 那我看看这个应该怎么换 嗯 关掉啦 下次再用吧 今天还是换一个简单一点的 换这个 3CE的这个 我看看颜色 对我来说都差不多 嗯 那就调一个 不声不浅的颜色来画一画吧 瞧我这动作多熟练多专业 好 我们现在开始扑上眼皮 扑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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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眼皮扑的嗯 不错 再扑扑上眼睫 再扑继续扑 端详一下 嗯 区别不大 现在开始画第二只眼睛 看看怎么样呢 我妈找我 现在开始都是倍速了啊 一顿操作猛如虎 两只眼睛对比一下 嗯 就这么着吧 干洗刷子的小盒子拿刷子上去扎一扎 哎 就干净啦 现在您看到的是毛骨瓶的三色修人高光 刷它一个小鼻影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鼻子刷不刷鼻影 差距不大 但是哎呀东西都有了 你不用不就浪费了吗 哎 所以还是要用起来 好的 刷完之后看一看 确实差距不大 再沾点哑光高光 刷亮一下我的小鼻梁和我的小鼻头 再刷一点哑光高光在眼下和面中凹陷的地方 最后再赖它一点珠光 刷在我的小鼻头上 小鼻梁上 现在我们来到了腮红环节 蒲公英的 不对 benefit的蒲公英三分 好 让我随便刷一刷刷一刷 有一说一啊这个腮红确实蛮好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显毛孔的了 看我这一顿打腮红啊 争取变成一个孙悟空 好的 打完了 我拿一下痒痒 想想现在要去干什么 啊 对了 盖喷定装喷雾了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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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我忘了给大家看了 是欧莱雅的定装喷雾 喷喷喷喷喷喷喷 随手拿一个树瓶扇一扇 哎呀 太有文化了 树瓶 那今天就用焦韵湿这个唇油吧 这个是三号色 不 调养师这个唇油我还蛮喜欢的 蛮滋润的 颜色也不夸张 淡淡的又挺显气色的 嗯 不错 换了是衣服 看上去精神状态健康端 现在来梳一下头 这个数字是Y-A-O-Y-A-O 是我们运营范老师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很好用 梳完之后头发松松的 我现在浴室里面放的是艾姐送的数字 书房里面放的是范老师送的数字 就可见我的同事们都非常关心我的秃顶问题 最后随便扎一个辫子 要不要再揪一点小碎发出来 哎 这就OK啦 哎 好美 拜拜 哎 很好看呢 那也没有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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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